每一次走出來的心情都一次被一次沉重 因為我們走出來這麼多次 這麼多人做出了付出 這麼多人犧牲了 但是我們這個特衰政府 這個臨病月娥政府 仍然是麻木不仁 不過我們承諾 每一次有人舉起 要反送中國法的時候 我們都會走出來 再一次多謝大家 今天來到參與沙田區的大遊行 未來不同的社區不同的地區 都會繼續有遊行抗爭的活動 希望大家都會出來參與 看到我首先要多謝 今次地區自發的一班地區朋友 出錢出力去搞了今次的遊行 和警方周旋去爭取不反對通知書 我們這個遊行的終點 都是爭取了很久才協調到這個位置 希望大家來到的 這裡雖然是一個終點 但是大家不要離開沙田 繼續留在沙田這裡好嗎 因為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發生 以前我們遊行之後 是和平散去 去吃飯 去回家 但是今時今日遊行之後 我們還要緊守崗位 是防止警察冷權 我們聽到 其實今天遊行是非常和平 為什麼還會有些警民衝突 我們完全理解不了的 現在我們是有議員去理解這件事 希望大家繼續留在沙田這裡 無論是入商場還是到處走走走 因為一會八點鐘 在八步梯那裡會有電影的放映 如果大家可以吃點東西回來一齊 因為一會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每次都希望遊行可以和平進行 大家一起上一起下 可以安全回家 但是不知為什麼 警察專要挑釁我們香港的市民 和平的集會 為什麼會變成所謂的衝擊 是警察濫陣濫暴在先 在這裡我想借這個機會 多謝一班年輕人 在過去的過幾星期 有一班學生 我們沙田區的有大學生 甚至是中學生 在大圍在沙田火車站 又是暑假都不放 是出心出來開街閘 排彈仗 去呼籲大家參與今天這個遊行 他們也是非常謙卑 向地區一些未必很理解 為什麼這麼多市民反送中惡法的人士去解釋 他們有時會被一些叔叔嬸嬸指著來罵 有時會產生一些衝突 但是他們很勇敢 他們繼續走出來 所以我們作為大人 我作為議員 我都是全力支持他們 我都會在現場 在對他們的阻緊 萬一有什麼衝突發生 希望可以幫到手 他們非常之有智慧 去講解 有些阿布就說 喂 你們做什麼啊 林鄭月娥都說 這個暫門 都說 壽終正尋 你們還想怎樣啊 我那天見到幾個同學 是非常有智慧 他就跟阿菇說 我們拿這個遙控器出來看看 這個遙控器出來看看 你覺得暫停這個按鈕 是不是按了暫停 那部電影停了不播 就是完呢 對不對 我們還有停止 有一個stop的按鈕 對不對 除了stop的按鈕 我們還有一個eject的按鈕 是出的按鈕拿出來的 對不對 他跟阿菇說 這個按鈕 林鄭月娥說是壽終正審 就是這個惡法是壞了 這樣 那你的按鈕壞了 就說放不了了 對不對 那麼放不了 那為什麼你不按它出來 對不對 是 我們說撤回惡法 是不是合情合理 是 是 是不是天經地義 是 是不是很清楚 是 為什麼按了暫停按鈕是不行 因為按了暫停按鈕 你隨時可以再播 是不是 這個是很清楚的 但是林鄭月娥呢 是非常之無賴 你記不記得 那星期二 行會之後 那個記者會出來說什麼 她說完壽終正審之後 她說出一個英文的 她說的英文就是 The bill is dead The bill is died 她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 她是說給外國人聽的 馬上有一個朋友就說 喂 慢點 好的 有一個大會要澄清先 剛才有一個傳言 就是說商場關了冷氣 那大家當然會說可恥 對吧 但原來是沒有的 可能太硬了 大家進去感受到冷氣 感受不到 不過大家如果一會很累 可以進去 出來感受一些冷氣 就是我剛才說到林鄭月娥怎麼可恥呢 她在行政會議 說一句話出來 就說一句英文 The bill is died 就是 她說給外國人聽的 我的外國朋友 就馬上傳出來 喂 慢點 恭喜你 你們成功了 打死了那條惡法 這樣 就是她令到外國人 以為那條惡法 是已經完全清除了 是完全撤回了 就是死了你還不深足這樣 我們所以要跟外國人 外國朋友解釋 喂 不是的 她說 她說 壽終正寢的 壽終正寢 可以復活的 可以借屍還雲的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香港多少惡法 是借屍還雲的 就是慢慢有機會 就告訴你 我同意 即使今天撤回惡法 如果我們大家散了 回家 不再出來以後 哥武聲平 她說得很赤我的 三個月後 她一樣可以推倒重來 一樣可以由零開始 重新再去生一個兒子 就算下了兒子 她也可以再生一個 是嗎 所以這個我們是知道的 她生一個兒子很快 這次她這條送中惡法 她生一個兒子用了多久呢 她用了四個月 她在二月中 拿這條送中惡法上來立法會 就去見我們 就說我們現在有兩大目標 就是要處理台灣殺人案 就要堵塞漏洞 接著拿出來 我們說 喂 公眾諮詢 最少做三個月公眾諮詢 她說不用公眾諮詢 趕著 現在那個陳同佳放監了 就來 你還不快點 你是不是想 想去逍遙法外 跟著不保皇黨 就是跟她狼狽為奸 唐夏一就 就是了 不用公眾諮詢 諮詢會也不用搞 就逼我們立法會 在三個月裡面 要處理這條惡法 跟著那一望 我想大家都看到 民主派是不讓她 亂去做法案委員會 不讓鄭偉張做法案委員會的主席 其實我們都是用心良苦 我希望各位市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都盡了很大的努力 在這個所謂的拖延過程裡面 是令到多些市民明白 因為去到六月頭 六月九日就算有限 都很多市民未明白 究竟這個送中惡法 是有什麼惡法 有些人說 逃犯條例 我們又不是逃犯 我們怕什麼 那些建制派最喜歡這樣說 在這裡我要再一次感謝 六月九日出來遊行 六月十二日 在立法會門外 一起抗爭的朋友 老實說 單靠議員 這條惡法過了 梁君彥有多少個投票 梁君彥有六月二十號要投票 其實梁君彥都是很可恥的 她有很大的責任 為什麼七月一號要衝擊立法會 就是立法會令到各位市民覺得 立法會這樣無用 根本阻擋不到惡法 尤其是有這幫保衡港 尤其是有梁君彥這個主席在這裡 他是不理民意 不理民憤 不理民憤 不理民情 雜了日子 給你說六十個小時 你就說了 你說完時辰到了 投票 投票 就說投票就最民主了 投票當然是你贏 你公糧組別 你們有四十多隻 委員不知道嗎 對吧 你出來街上跟我們說 對吧 我們 二百萬市民出口出到來 都一樣不收貨 一樣是不會收這個 暫緩 暫緩又好 什麼死了又好 你是麻煩林鄭月娥 你清清楚楚 是告訴我們香港人 是切回 千輩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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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話雖如此 就算真是千輩我剛才說 他由零開始就是上床生個兒子 四個月就搞定了 所以如果我們香港市民 經過了這次六月七月的公佈 經過了這個暑假 大家又一切如常 沒事了 回家去旅行 逛街吃飯看戲 惡法是隨時都可以重來 惡法也不止一條 惡法是會借屍還雲 所以 大家要監察議會 監察政府 每次有惡法出現 我們都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也都希望大家 去彰顯最大的民意 好 好 最後我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關於我們今天 我們遊行有一個牌叫做 黑警之母 用林鄭月娥的樣子 為什麼呢 警察就說警察不關我的事 是你這個林鄭月娥 去搞這個逃犯條例 搞到就有衝突 那我們就出來維持治安 但是最可恥是 林鄭月娥上個禮拜去見一個商會 她說什麼 她說不會出賣警察 不會出賣警 什麼叫不會出賣警察 你林鄭月娥給我出來解釋清楚 是不是 什麼叫出賣警察 什麼叫不會出賣警察 濫暖暖暖暖暖市民 是不是警察亂棍毆打市民 亂噴胡椒噴霧 你都不追究責任 就叫做不會出賣警察 是 如果你不會出賣警察 你是不是想出賣我們全香港市民 是 如果你要出賣我們全香港市民 全香港市民 就會與你為定 是 現在警察有什麼奸計 我們都有分析過 你看一下珠海定的Facebook 平時我們說公民抗命 我們全民參與一個運動 當有幾千人幾萬人 都公民抗命的時候 警察其實只有二萬多人 連民職都只有三萬人 他們是 如果有幾萬幾十萬的香港市民 公民抗命 你抬我都抬不到 你抬我回頭 是不是 但是現在警察呢 就是想著發不自眾 人人都是朱經緯 人人都是七警 你想想我們告一個朱經緯 告了多少年 告了幾年 他就繼續出糧 是不是 停職繼續出糧 現在個個都是朱經緯 他們就想著 一百個朱經緯 七百個七警 那你們怎麼告呢 是告多久才告完呢 現在我懷疑警察就是這樣 所以一有機會呢 就是濫暴濫震 亂棍 勾打一些示威者 亂屁 他就想著一個朱經緯 就給你們玩 一百個一千個朱經緯 你就無奈我無何的了 這樣 這個是非常之可恥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們一樣要保護自己 和一樣要指出一些警察的濫權 濫暴 濫震 我們市民 都是有我們市民的權利 警察都是受法律的保障的 我現在叫香港警察 大家過去呢 我試一下你們自發想叫什麼 香港警察 自發犯法 香港警察 自發犯法 香港警察 自發犯法 對了 我昨天在上水喊香港警察呢 大家都喊自發犯法的 但是我今天喊香港警察呢 有人喊什麼呢 是喊 企圖謀殺 我們一起喊三次 讓全香港的傳媒拍到 現在不是自發犯法那麼簡單 是當示威者 是暴徒 當示威者殺人犯 你都不會這樣對他 你制服了他 都是拉他上車 上他手扣 是不會亂棍打的 是嗎 是 殺人犯都不會亂股頭 是嗎 如果你這樣對香港市民 對和平示威者 那你是不是企圖謀殺 是 香港警察 企圖謀殺 香港警察 企圖謀殺 香港警察 企圖謀殺 希望大家堅持下去 不切不散 繼續守護公義 守護香港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多謝 好 我要說多一句 因為有很多市民 這裡都問 我什麼時候跟那個香蕉糖隻抽 我要交代一下 那我就寫了信 去給警務署長曾慧雄 我不是巴黎 我只是寫的 我又寫了信給他 就要他回答兩條問題 究竟這個警察 遼市民隻抽 是不是合法的 先 他執行警察職務的時候 叫市民隻抽 有沒有違反警例 先 你回答我這兩條問題 如果沒有了 就麻煩你曾慧雄 不是曾慧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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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偉聰 幫我安排 這個 我要和這位 叫什麼香蕉 香蕉什麼 香蕉糖 就是要單對單對拳 雖然我未必會贏 但我希望全世界 全香港的視頻都看到 我們香港的警察是什麼質素 如果他還沒福信給我 他還沒福信給我 之後我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多謝 好 好